日本世界杯进球担当 本届世界杯上亚洲球队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今晚出场的日本队是除伊朗队以外 唯一取得胜利的亚洲球队 首轮比赛中 他们在开场三分钟购买了红点套餐 在11人战10人并一球领先的情况下 2比1爆冷击败了哥伦比亚 首场比赛的胜利 让日本队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今晚1100 日本队将迎战上一轮击败波兰的赛内加尔 只要取得胜利就将提前出现 但是能够击败来万领衔的东欧铁骑 赛内加尔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对于日本队来说 想要小组提前出现 除了年轻球员要全力以赴 32岁的老将本田威佑 也将是左右比赛结果的关键先生 此前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中 本田威佑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遭到了常有诱兜的点名 导致这位日本队的大老级人物 首场比赛做上了替补器 首战在多亿人应战的情况下 日本一比一举哥伦比亚陷入到了僵持 第七十分钟 本田威佑替换下香川真思 仅三分钟后便利用脚球帮助球队打破场上僵局 本田威佑发出脚球 大破永野投球将比分超出 日本二比一领先 最终他们暴冷击败了这拢领先的哥伦比亚 取得开门红 在替补出场的二十分钟时间里 本田威佑送了赢下比赛的关键助攻 此外 他还完成了一脚打门 一次关键传球 创造出一次绝佳机会 三次征顶成功 还有两次过人 拥有着百分之八十的传球成功率 防守端也有一次抢断的表现 全能的表现让他赛后获得了 仅次于大永破野的全队第二高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 在日本国家队在世界杯进八例进球中 本田威佑直接参与了其中六类进球 搭进三球并送出三次助攻 本田威佑成为了自1966年以来 首位能够在三届世界杯 送出助攻的亚洲球员 首场面对哥伦比亚 在最后二十分钟日本依靠本田归佑 才打破场上将于拿回比赛主动权 将比分优势保持到了中场 它在场上的作用也让球迷们再次重视起 这位世界杯三朝元老的能量 在即将面对赛内加尔的比赛中 对于这位32岁的中场来说 或许依旧只能坐在替补席上 但如果日本迟迟难以打开局面 肯定的依仗着他的经验与能力去破局 你觉得日本队能提前出现吗 你觉得日本依靳在想用臨有数据 我看日本依靠本来理想 我看日本依靠本来的 我看日本依靠本来的 我看日本依靠本来是 我看日本依靠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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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日本依靠本来的人 这位3000人 那 4000依靠本来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